韩国总统李明博承诺 一旦朝鲜发动突袭 韩国将会反击 李明博在军事演习中视察了韩国军队 这次在朝鲜边境附近举行的演习 使用了实弹 演习还出动了坦克和飞机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说 科特迪瓦有超过170人 在过去一星期被杀 在被广泛认定总统大选失败之后 总统家伯仍然拒绝下台 美国已经呼吁加强联合国 在科特迪瓦的任务 在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 美国与俄罗斯签署的 《战略核武器新条约》之后 美俄两国大幅度裁减核武 向前推进了一步 俄罗斯国会发言人说 俄罗斯将在周末前批准该协议 联合国表示 对中国审判食品安全维权人士 赵连海表示关切 赵连海的小孩 是毒奶粉案受害人之一 上月赵连海 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判刑 中国在去年 颁布了新的食品安全法 美国环境保护者 要求把北极熊 列为宾威物种的努力失败 美国政府说 他们不相信北极熊 正在濒临绝种边缘 这个决定影响广泛 因为一旦北极熊被列为宾威 政府就必须在批准 阿拉斯加石油开发执照时 考虑温室气体 对北极熊栖息地的影响 这是BBC中文网的新闻视频简报 预知详情请浏览BBC中文网 BBCChinese.com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